目前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虽已完美收官 但极限男人帮的兄弟们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这波节目大电影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 而作为唯一女主角的赵丽颖也已加入拍摄 10月21日 一段男人帮们正在拍摄电影中被雷击后的视频在网上曝光 极限挑战火爆银瓶后 如今节目组顺应粉丝要求准备开拍大电影 暂定名为最后的武士 并邀请赵丽颖加盟参言 视频里张一星 罗志祥 黄博 黄磊 孙红雷 王迅再次集结在一起 穿着古装造型大玩穿越 据悉 剧组当天正在拍摄一场孙红雷与张一星放风筝时被雷击的片段 不料众兄弟健壮营救 结果众人齐齐被电晕 难怪有之阎王之称的孙红雷和人气王一星也大玩颠覆 满面娇黑 头发凌乱啊 正在男人帮们纷纷顶着烈日赶着拍摄时 影片唯一女主角赵丽颖也刚落地拍摄地 丽颖妹子戴着墨镜快步登上保姆车 赶往酒店休息 等待夜戏拍摄 据悉 该片将于明年一月全国公映 有着爸爸去哪儿等综艺大电影在先 不知道这又一综艺大电影将收获何等票房呢 芒果老新闻 虽然满面娇黑头发凌乱 但小明杨张一星怎么还是那么帅啊 宝党 芒果老新闻